404对称造型实体 那这里呢 因为这边是透视图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画出来 那这边我们要画在 right面上 所以点选草汇 点选right平面 按草汇 那我们这边先画一个圆 到通过这个点 那这边的直径呢 它这边告诉我们 半径是200 所以直径就是400 好 然后呢 这边做一条中心线给它 因为等一下做对称 然后画一条线 通过这里 然后选它之后 镜像到另外一边 那这边的角度 题目告诉我们是70度 所以这里是70 好 好然后呢其他不要的 我们把它删掉 好 然后把这两条线转成建构线 好 然后呢再画一条线 从这个端点出来 好 然后这边要做相切 然后距离 这边距离是100 为什么100 因为这边的半径是100 好 那这边呢点选它之后 做镜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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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点选它之后做镜像 好 打勾 好 完成之后呢 Ctrl D 做隐身 做对称的隐身 距离是200 好 然后做实体 好 然后这边是50厚度 好 好 然后这边直接按确定 好 那外围的这一个就 出来 然后外围这个 那里面的这一个呢 一样点选草汇 选择right面 好 好我们做投影 底部这一个部分 好 然后一样做中心线给它 好 然后呢 这边直线 从这个点 往上画 好 来 然后这边的距离 是50 好 为什么50呢 来 因为内边内部的半径是50 好 所以这边一样 做 镜色 好 打钩 好 Ctrl D 做隐身 做对称 好 然后这边是100 然后呢 做实体 好 给厚度 这边 是50 好 除了哈 然后方向 好 向上移除哈 好确定 好完毕之后呢 这边我们做倒角 倒角 点这个边 点这个边之后 可以到集合这边选择完美 完全 倒圆角 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做法呢 来点选 按住Ctrl 左边再选右键 右键 完全倒圆角 好 里面的也是哈 这边 按右键 完全倒圆角 好 来这边再做一次 好点这里 好 完全倒圆角 好 好 然后这边做完之后 好 下半部这边也是要做倒圆角 好 所以 这边 按住Ctrl 键再点这里 右键 完全倒圆角 确定 好 然后呢 坐标系 是在这个点上 所以这里呢 坐标系 我们用原本的这个 坐标系 来做 可是这个Z轴 不是朝上 所以要让S轴旋转 -90度 那Z轴就会朝上 OK 好 那完了之后呢 题目告诉我们要求的是 体积 一样 坐标系 体积 是这一个 好 所以呢 第一题答案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呢 Z轴 是这一个 好 然后第三个呢 改变尺寸 好 来第一个 它要改变的是 半径 半径 250 原本200 改250 所以这边 就变成500 好 然后呢 A角度是60 所以原本70 改60 好 确定 Ctrl D 好 那这里呢 表面积 它现在要的是表面积 表面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Z轴 Z轴 Z轴的坐标是这一个 好 然后 A 接下来 AV2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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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点是 A点是 这一个的 中间这个点 B点是这一个 所以这边呢 我们 点选 模型中的炒灰 这个面 炒灰 然后呢 参照 这一个点 然后 给 一个点 好 确定 Ctrl D 然后 用 分析的 测量 这一个点 按住Ctrl键 再点选 这一个点 所以答案是 这一个 好 那以上呢 这边是 404题